这个视频咱来总结除杂的化学方法 还记得除杂的原则吗 不增 不减 一分 复原 在这个基础上 常见的化学方法有沉淀法 化气法 加热法 还原法 溶解法 置换法等 下面我就一个一个介绍 首先是沉淀法 指的是像混合物中加入某种试剂 与杂质发生反应将其转化为沉淀 然后过滤除去沉淀 得到被提纯的物质 举个意思 氯化钾溶液中混有硫酸钾杂质 那这时就可以加入适量的氯化贝溶液 与硫酸钾反应 生成硫酸贝沉淀和硫化钾 然后过滤除去硫酸贝 就得到了硫酸贝溶液 所以硫酸根一般用贝离子转化为硫酸贝沉淀 而贝离子可以用硫酸根或碳酸根 转化为相应的沉淀 另外 氯离子一般用银离子转化为氯化银沉淀 反过来也可以用氯离子来除银离子 而铁离子 铁离子和铜离子都能被可溶性的碱 转化为相应的沉淀 最后 碳酸根可以用贝离子或钙离子 转化为碳酸贝或碳酸钙沉淀 除了沉淀法 碳酸根还常用化气法除杂 所谓化气法就是向混合物中加入湿剂 使杂质变成气体 从而得到被提纯的物质 一般杂质是碳酸盐 比如氯化钠中混有碳酸钙 可以加入足量盐酸 和碳酸钙反应生成氯化钠 水和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跑掉了 而生成的也是氯化钠 所以剩下的就是氯化钠溶液和过量的盐酸 然后再蒸发掉水和盐酸 就能得到纯净的氯化钠固体了 接下来再看加热法 它用在啥时候呢 比如氧化钙中有碳酸钙杂质 由于碳酸钙高温下会发生分解 二氧化碳溢出 而生成的物体刚好是氧化钙 所以就得到了纯净的氧化钙 看来杂质在加热或高温的条件下 如果能分解成被提纯的物质 就可以用加热法 接着再说溶解法 它是指在固体混合物中加入试剂 使杂质发生反应溶解 而被提纯的物质不溶解 过滤就可以得到被提纯的物质了 比如碳粉中有氧化钢杂质 氧化钢会和盐酸发生反应而溶解 而碳粉不能溶解 所以加足量锡盐酸过滤 得到的就是纯净的碳粉 如果是除去酮中的氧化钢 溶解法也能用 另外还可以用还原法 通一氧化碳加热 氧化钢被还原成铜单质 就可以得到纯净的铜了 最后看质幻法 比如铜中混有鑫杂质 因为鑫是清前金属 铜在清后 那就加足量盐酸 只有鑫溶解 过滤就能得到纯净的铜 除了酸 还能加硫酸铜溶液 此时鑫和硫酸铜反应 不仅除去了鑫还增加了铜 再进行过滤 就可以得到纯净的铜了 像这种利用金属与酸 或盐的置换反应 处杂的方法 就叫置换法 说了这么多 我再总结一下 沉淀法是把杂质 转化成沉淀出去 化气法是把杂质 转化成气体出去 一般杂质是碳酸盐 而加热法 是在加热或高温的条件下 使杂质受热分解而出去 至于溶解法 是指加湿剂 使杂质发生反应而溶解 那还原法呢 一般除去的是金属氧化物 使其还原为金属单质 最后是置换法 一般除的都是金属杂质 通过加酸和盐 发生置换反应 而将杂质除去 这些方法的共同点 是都遵循不增不解 一分复原的原则 而且大多数还能增加 被提纯的物质 最后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 如果加入的除杂实际太多 它会成为新的杂质 所以要说加入适量实际 反之 就说足量或过量 好了 现在你学会用化学方法除杂了吧 那就赶紧刷题练练吧